時間早上10點23分 我們來看 最近台灣市場出現了一款商品 非常的引起大家討論 因為是竟然可以吃的保養品 業者宣稱不管是擦臉上 或是去角質霜 全部都是天然食物製成的 為了取信消費者當場還試吃 你好 這是我們新的保養品 它是可以吃的 你要不要吃吃看 真的嗎 擦在臉上的保養品竟然可以吃 消費者半信半衣 嚐一嚐還能當作護唇膏 就連洗手的肥皂都天然可食用 原來成分80%為出炸橄欖油 還有6種植物油和15種草藥 就像這罐保養油 是從葡萄籽 甜杏仁 薰衣草 惡莉等水果或植物冷渣之稱 業者說吃下肚都沒問題 一定要能吃的東西 才能擦在皮膚上 就是在冬天的部分 就賣的會特別好 那其實我們一個月下來 已經有快就是有近萬瓶 在日本熱銷多年的以色列保養品 美國歌手馬丹娜 台灣藝人李謙蓉 名膜丁春城都愛擦 現在引進台灣 徐溫度超高 我們這款巨小植霜呢 它非常的天然 它裡面有蜂蜜燕麥 天然都可以吃 一口就吃下去 用來去攪吃的產品 就像早餐吃的燕麥 加杏仁粉 還加蜂蜜 同樣說稱全天然 日前塑化機風波 業績反而受惠 意外成長1.5倍 吃的保養品 在台灣市場掀起一股新選風 中天新聞和坤原 路易台北參謀報導